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七局 罗伯逊开球直接左下方底带是漏球的 有长台可以打 没打进 好直接保底带了好球 也是一个高难度的上手 不过彩球没有连接上 防守一看 好刚好能看到一点薄边 是两库回顶 这干漏了一颗带口球 母球好 没有藏到黄球的后面 这颗能打 尽量往回拉回来接到篮球 好球 直接吃库走过来 不错啊 这个教位已经是很理想了 左下方底带的长台继续来调 6 画圈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到篮球的 哎呦没打进 没打进 先看一下篮球左上方的第一颗 有下球的 罗布讯 罗布讯也没打进 又漏带口了 这颗可以直接传进 这颗可以直接传进 打进这样要到了黑球 其实先把篮球打回点位更合适一点啊 好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6 没问题 这杆叫黑球 稳稳的 吃库起来 左边角度不好了 可以抄架杆 要右下方底带 14 无疑泽这个身高真是很有优势啊 估计得有一米85 直接就够到了 不用抄架杆 15 小伙子在发育两年 有可能会超过沃顿啊 沃顿目前是斯诺克 这个职业打职业的里边最高的 22 再次接上黑球 这完全有一战之力的 等起来一条篮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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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高杆推过来 这样左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走一个红K红 漂亮 球队带开 篮球接到 向上吃一库再下篮 又下方底带还又下球 这个球形就直接奔着一杆超分来了 无疑则如果说连下两局的话 对罗伯逊来讲是一个不太理想的消息 首先手感会有一定的冷却 保持一库 好 持库起来 黑球一点向上的角度 直接往上蹬 删下分数 目前领先62 台面67 打进这颗红球超分 好球 超分了 65 拉杆吃库 接粉球 又是一杆百分杆的节奏 现在是单杆73分 73分 之前有6分 是之前打到的 18分 红球中带 接篮球 18分 这样右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86分 现在单杆最高是可以打到121分 本届市井赛的单杆最高得分奖是4万英镑 是满分奖 满分奖147奖是4万英镑 然后单杆最高得分是1万5千英镑 凯伦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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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7 分球 没打进 这样的话4比3 分球 没打进 没打进